消防隊員拿出破壞工具 一鼓作氣急破車窗玻璃 把玻璃整片拿下來 因為一名一歲的小女童被困在車內 爸爸擔心女兒有生命危險 表情好著急 還怪自己太出心 消防人員費了好一番功夫 總算成功把小女童抱出來 爸爸忍不住抱著女兒哭 看到女兒平安 總算鬆了一口氣 原本是爸爸想下車 繞到後座抱女兒 沒想到車子的中控鎖 自動把車門上鎖 爸爸被鎖在車外 不知道該如何示好 天氣這麼熱 車子被太陽曝曬 車內就像烤箱 車窗又全部關緊緊 沒有空氣流通 就怕一歲的小女童 會熱到中暑 汽車專家也表示 別說小孩 就算大人也受不了 你如果外面有30多多 這機器都36多多 然後有60多 裡面都有 那如果坐在裡面 站不住嗎 站不住啦 你剛才說 百分之間就站不住 南部天氣接近酷暑等級 汽車在高溫30幾度的硬陽下 只要曝曬一小時 車內溫度就會直線上升 實際測試 座位溫度就高達50.4度 坐進車內不用一分鐘 馬上就飆汗 醫生提醒 尤其是小朋友和老年人 身體調節溫度功能 不如一般成年人好 只要體溫超過39度 身體發熱就要特別小心 預防中暑或熱衰竭 因為嚴重的話 可是會有致死危機 記者後果文嘉義報導 請記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